第65个知识点 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先来看债务重组的四种方式 第一 以资产清偿债务 那可能是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也可能是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第二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这个其实以前叫债转股 现在将它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第三 修改其他条款 第四 是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方式 我们一种一种来看 先来看 第一个 以资产清偿债务 如果是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话 那我们债权人就会取得债务人所给的金融资产 可能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等 这些金融资产的确认和我们前面所学习过的 金融资产的粗食伎俩原则是一样的 交信金融资产粗食涨金额 就是它的公元价值 如果我们为了取得交信金融资所发生的交易费用 那就进入到投资收益的解放 那对于其他债券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支付的交易费用呢 那应该记录到金融资产的成本总趣 然后我们要称减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包括应收账款的原值等等 还包括已经具体的坏账 如果我们支付交易费用的话 带银行存款等等 这个时候借贷双方会存在差额 这个差额其实就是我们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该进入到投资收益总确 接下来再来看债务人这边的处理 那既然我们以金融资产清偿了债务 应该将债务充减掉 借应付账款等等是它的账面余额 接下来终止确认我们所付出去的金融资产 可能是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等 把账面价值都给它撑减掉 如果有明细的话 把明细写清楚 这个时候借贷双方会存在差额 这个差额是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偿债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该记住到投资收益中券 那有同学就发现了 如果我们把金融资产卖掉的话 我卖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卖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那收到价款与金融资产之间的差额 就是投资收益 没毛病 如果说我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卖掉的话 那收到价款与账面价之间的差额 应该记住留存收益 所以此处可不可以是留存收益呢 所以不可以 因为此处我们不是确认 收到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不是公运价值与金融资产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而是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清偿我们所使用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所以此处是投资收益 而不能是留存收益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了 那金融资产曾经在调公运的时候 对方科目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 是其他债权投资可能会涉及的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可能会涉及的 那现在呢 要转到投资收益或留存收益 如果是其他债权投资所带的其他综合收益 那就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之前调公运的对方科目加综合收益 那此时此刻转到留存收益 下面的这个可能是留存收益 而上面的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需要注意 接下来看题目 阿姆20年2月10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公司款降的入账金额为100万元 假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贪运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司将该应付账款分类为 以贪运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就是一边是应收账款 一边是应付账款 我们来看 假公司这边借应收账款100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 乙公司这边借原材料100 带应付账款100 接下来3月31日 假公司对应收乙公司款项 具体了10万元的坏账准备 那假公司这边借信用减损失 时带坏账准备时就可以了 4月1日 假公司应收乙公司款项 供应价值为80万元 考虑到各方面因素 双方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乙公司已持持有 对A公司的股权偿还 该欠款也就是以金融资产来抵债 以公司对A公司的股权投资之前 一直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交易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是90 它包括两个面戏 一个是成本80 一个是供应价值变动 是 现在它的供应价值呢 是80万元 双方办理完成股权责任手续 假公司支付交易费用5万块钱 取得后 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那我们为了取得交易金融资产 所支付的交易费用5万块钱 应该记录到投资收益的解放 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 要求编制双方的会计分路 我们来看假公司这边 他取得以公司所给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入算价值应该是他自己的公运价值80万 我们为了取得他支付了5万块钱的交易费用 应该记录到投资收益的解放 因为他以交易金融资产抵了债 所以我们应该称减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包括他的原值100 以及已经提的坏账10万元 接下来借贷双方是不是就有差额了呀 这个差额就是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与金融资产公运价值之间的差额10万块钱 那同样的也记录到投资收益 所以此处投资收益也记得是15万元 其中包括为了取得交易金融资产支付的交易费用 还包括一个差额10万块钱 接下来看债务人这边的处理 那我们以交易金融资产抵了债 应该将交易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充减掉 它包括两个明细 一个是80 一个是10 给他写清 那应该充减掉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此时此刻借贷双方有差额 这个差额是交易金融资的账面价值 与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该记录到头子收益10万块钱 这样就做完了 接下来再来看 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那我们债权人这边可能收到的是 货存商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有可能 入账价值是多少呢 注意和我们刚才所学的金融资产抵债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债权人收到的是金融资产的话 直接以这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来确认它的入账价值 而现在我们债权人收到的是非金融资产 入账价值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的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以我们所收到非金融资产本身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算 而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要减掉增值税进向税额为啥 因为要单独确认应交税费应交增税进向税额 所以把这个金额减掉 然后再加上我们为了取得这个 库存商品固定产无形产所支付的直接相关税费 也就是我们为了使得固定产无形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初 应该进入到资产的成本总据 好那既然我们收到了人家的非金融资产 我们应该终止确认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把应收账款原值以及坏账准备都给它充减掉 如果有支付直接相关税费的话 带银行存款 至此刻借贷双方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总据 接下来再来看债务人这边的处理 那既然我们以非金融资产抵了债 我们应该撑减掉应付账款等等的账面余额 把非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它充掉 此处非常重要 不管我们付出去的是什么非金融资产 都不再需要确认这项非金融资产的处置素益了 这个库存商品我们不再是相当于卖掉了 不需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也不需要结赚主营业务成本 直接把它的账面价值充掉 包括它的原值 包括它的存货叠加准备 固定资产的话要先将账面价值 截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章处理我就给你略了 这块直接写固定资产清理 如果无形资产的话 把它的原值充减掉 把累计摊销充减掉 把减值准备充减掉 把这些非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部充减掉 如果说是一道增值税的话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消产税额 也就是说 会计上虽然我们不需要确认 主营业务收入 阶段主营业务成本 不需要确认资产组组的损业 但是税法上增值税还是适同销售的 要确认肖像税额 此时借贷双方会存在差额 这个差额不需要去考虑 到底是什么非金融资产 统一的进入到其他收益中去 这是债务重组收益 这个非常重要 咱们来看题目 二抹二零年6月18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公司款项的入账金额为95万元 甲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乙公司将该应付账款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也就一个是应收账款 一个是应付账款 二抹二零年10月18日 双方签订债务重组合同 以公司以向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非专利技术 偿还该欠款 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为100万元 累计摊销额为10万元 以具体减值准备2万元 10月22日 双方办理完成了无形资产转让手税 甲公司支付评估费4万元 那这个是我们为了取得无形资所支付的合理必要之处 应该记录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当日加公司应收款项的公远价值为87万元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确认所取得的非金融资产 是以放弃债权的公远价值为基础来进行 确认的 以具体坏账准备7万块钱 以公司应付款项的账面价值仍为95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编制双方的会计分路 先来看债权人这边 我们取得了无形资产 入账价值是 以放弃债权的公远价值87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加上我们所支付的4万块钱的评估费 它是要记录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总取得 然后充减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包括原值95 包括议题坏账7万块钱 借贷双方存在差额 记住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以公司这边呢 那既然以无形资产抵了债 所以要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包括原值 包括累计摊销 包括减刃准备 都给它终止确认 把应付账款95 重减掉 这道差额进入到其他收益 这是债务重组收益 洗完块钱就可以了 再来看22年的单选题 二某21年度 假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看到资料123 你就先来看问题 问假公司在编制二某21年度财务报表时 应确认收入的金额是多少 来看资料 资料一 3月1日 因现金短缺 将账面价值8万元的资产产品 用于发放职工工资 当日该批产品的市场价格为10万块钱 这是不是与我们前面所学习的非货币性福利一样 如果是以资产产品发给员工的话 那我们应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解转主营业务成本 确认收入的金额就是他的市场价格10万块钱 解转主营业务成本8万块钱就可以了 资料2 5月1日 以账面价值400万元的这产产品来进行抵债 用于偿还以公司欠款500万元 当日该批产品的市场价格为450万元 在新的债务重组准则下 以非金融资产来进行抵债 还需要去确认这项非金融资产单独的处置损益吗 以资产产品抵债 要不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节奏 主营业务成本 不要 我们是统一 把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与抵债资产的账面价值间的差额 进入到其他收益 不需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也不需要节赚中业务成本 所以此处所给你的市场价格是没有用的 资料三 9月30日 购入3万元食品 作为国庆节福利 发放给职工 那这个同样的是非货币性福利 但是和资料一不一样的点在于 这次发的是外购的食品 那需要确认收入吗 就不要 资料一中是资产的 所以需要确认收入节赚成本 而对于外购的 我们直接以购入的金额 进入到应付职工薪酬就可以了 不需要确认收入 所以此处人家问 确认收入的金额 那就只有资料一中的10万块钱 答案是A选项 接下来再来看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本来呢 我们债权人对债务人是拥有债权的 那转为权益工具了 我们就拥有它的股权了 那拥有它的股权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 能不能够对它施加重大影响 共同控制或者是控制 如果我们能够对它施加重大影响 或者是共同控制的话 那这属于我们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需要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对它施加重大影响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将所持有的股权 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这个粗理呢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话呢 它的粗食计量是按照22号金融工具准则来进行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粗食壤金额 就是股权的公运价值 如果有交易费用的话呢 是记录到投资收益的解放 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而言 也是以股权的公运价值为基础来进行计量的 但是交易费用呢 也是记录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粗食入葬金额中取的 这是执行22号金融工具准则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对背头单位施加重大影响 我们是对联营企业对合营企业投资的话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应该是 以放弃债权的公运价值为基础 您看出来差别了吗 同学们 如果执行22号金融工具准则的这些金融资产 它是以股票或股权的公运价值为基础来确认的 而长期股权投资是以我们放弃债权的公运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确认的 那我们所支付的直接相关费用 也是记录到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中取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债务人实施控制 那就形成了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的话 我们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咱们先说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就等于放弃债权的公运价值 就没有这个直接相关费用了 为啥呀 咱们再讲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 无论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我们为了达成企业合并所支付的审计法律评估咨询费 是记录到当期管理费用的 所以这块我们要看我们取得的股权到底确认为什么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包括应收账款的原值和坏账准备给它宗旨确认 如果我们有支付交易费用等等的话 带银行存款 借贷双方有差额 记住到投资收益都可以了 接下来再来看债务人这边 那既然它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了 我们应该将应付债务 它的账面余额充减掉 然后带骨本或实收资本是面值 然后我们要确认资本攻击骨本溢价或资本溢价 那此处需要注意 股本实收资本 与资本攻击骨本溢价或资本溢价 它们两个合起来的金额 应该是权益工具的公元价值 所以我们在确认的时候 先确认股本或实收资本 然后倒几资本攻击骨本溢价就可以了 所以此处写的是权益工具的公元价值 与面值之间的差额 那有可能我们这个债务人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股权呢 没有公元价值 那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元价值 不能够可靠伎俩的 怎么办呢 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元价值 来进行伎俩 好 接下来借贷双方有差额 记录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我们发行权益性证券 要支付佣金手续费 是充减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 这个和我们前面所学的规则 是一样的 那此处呢 大家需要注意 有可能他会把这两个账户处理 合起来写 问您资本攻击股本溢价是金额多少 你得会啊 合起来不要就不会了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债权人取得债务人的股权 可能形成同一控制下结合并 也可能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以咱们来看 如果构成了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呢 债务人这边的处理是一样的 而债权人这边就不一样了 我们借方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它应该是看 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备中账面价值份额 加上远商与 也就是说 跟股权的供运价值就没有关系了 跟放弃债权的供运价值也没有关系了 它是单独的 那我们要终止确认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借贷双方有差额 那是按照同控的处理去做的 这个差额是记住到资本供接 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差额有可能在借方 也有可能在贷方 需要注意 同控是单独处理的 接下来来看一道计算分析题 二末一九年二月十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约定六个月后 乙公司应结金款项一百万元 假定无重大融资成本 甲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供险价减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了呀 有同学说 难道我销售商品取得应收款项 还可以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的呀 根据管理它的业务模式和合同三金流量特征 我们可以将其分类为贪中损呀 那现在就将其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是没有问题的 当初立 贷主营业务收入一百万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是一百万 接下来看 乙公司这边将该应付款项分类为 以贪人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乙公司这边就正常的 贷应付账款一百 借原材料一百就可以了 好 8月12日 乙公司因无法支付货款 与假公司协商进行债务从组 双方商定 假公司将该债权转为对乙公司的股权投资 10月20日 假公司半截了对乙公司的增资手续 假公司和乙公司分别支付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1.2万元和1.5万元 债转股后 乙公司总股本为100万元 那我们拥有多少呢 我们拥有总股本的25%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将所持有的股权 这位长期股权投资 但是股权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我们就需要去看债权的公允价值了 以公司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仍为100万元 6月30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式的公允价值均为85万元 是不是在6月30号 我们应该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调公允呀 原来是100万 现在变成了85万 那我们就调低15万就可以了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5 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是15 到8月12日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公允价值均为76 那我们再调一个公允 再调低9万元 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就代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9 接下来到了10月20号 债务重组了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公允价值 仍为76万元 那我们要看怎么做 借长期股权投资 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确认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是76万元 加上我们为了取得它所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吧 1.2万元是77.2万元 然后我们要把放弃的债权宗值确认掉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它有两个明细 一个是成本100 还有一个是公允价值变动 一共是24万元 借贷双方存在 差额吗 就不存在 为啥呀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前调了公允 调到了76 我们现在就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计算的 也是76 所以借贷双方不存在差额 这个银行存款1.2万元 是我们所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 它是记录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总继的 接下来再来看债务人这边的处理 那债转股了 我们应该将应付账款100万终止确认 然后贷实收资本是25 因为我们占100万的25% 带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这个应该是多少钱呢 我们说他们两个合起来应该反映的是 应付款项的供应价值76 所以资本公积此时应该是多少 76减25那也就是51万元 但是除了这块要记录资本公积以外 我们还为了发行全新证券支付了佣金手续费1.5万元 这个是不是要称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呀 所以这块再减一个1.5 那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就是49.5了 差额呢 我们记住到投资收益24就可以了 如果这块您看这个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不顺眼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下面的这个资策处理分成两部来写 先写try year应付账款100万称减掉 然后单独的写实收资本25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他们两个合起来是76万元 所以资本公积是51 差额记住到投资收益24 然后我们为了支付佣金手续费去称减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1.5 好我们来看资本公积合起来是不是 51减去1.5就是49.5了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就分开写就可以了 你熟的话呢 你就直接写啊 第三 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充足 那我们债权人需要去考虑修改了条款 有没有导致全部的债权要终止确认 如果要终止确认的话 那我们应该将应收债权全部终止确认 然后还剩余的借应收账款 债务重组差额记住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导致债权终止确认呢 那我们就应该根据管理他的用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继续对他以贪忠损来进行 计量就可以了 再来看债务人这边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需要去考虑修改其他条款 有没有导致债务要终止确认 如果要终止确认的话呢 应当按照公典价值 计量重组债务 终止确认的债务 账面价值与重组债务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 记住到投资收益 总确 我们把原来的应付账款的账面余额 称减掉 然后带应付账款重组债务 这个是以公典价值来进行计量的 差额记住到投资收益 那如果说修改条款没有导致债务终止确认呢 或者是仅导致部分债务终止确认呢 那就对于未终止确认的部分 根据它的分类 继续以贪予成本计量 或者是以公典价计量 切其变动计入当机随意 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候选计量 第四咱们来看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方式 此处稍微有点复杂 先来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债权人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先去确认我们所受让的金融资产和重组债券 这都是按照22号金融工具准则所执行的 所以直接按照他们的公典价值来确认他们就可以了 那问题在于除了金融资产以外 是不是我们债权人还可能会接收到非金融资产呀 那非金融资产入账价值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应该按照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在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的公典价值比例 注意题目中可能会谈到两个日期 一个是合同生效日 一个是债务重组日 那合同生效日通常在债务重组日之前 我们确定分摊的这个比例是按照合同生效日 他们的公典价值比例来进行分摊 分摊多少金额呢 是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典价值全部吗 不是 因为有一部分我们确认了金融资产和重组债权呀 所以要把这部分扣减掉 扣除受让的金融资产和重组债权当日的公典价值 之后的金额去分给非金融资产 按照他们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典价值比例去进行分摊 那如果我们取得某一项非金融资产 有支付单独的合理比较支出的话 那在单独的加上这部分金额 确认非金融资产的入账金额 第二 放弃债权的公典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 其实你会发现对于债权人而言 只有那个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 差额是进入到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的 而除此以外债权人这边的差额 是不是都是进入到投资收益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债务人这边 以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债务人应当按照前面的规定 确认和计量 选一工具和重组 债务那也就是按照公典价值去进行计量了 做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及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 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 借贷双分的差额要进入到哪里呢 这个非常关键 有可能是其他收益 也有可能是投资收益 注意 只有在仅涉及金融工具时 这个差额是投资收益 除此以外 这个差额是其他收益 也就是说 只有非金融资产是其他收益 如果既有非金融资产 也有金融资产是其他收益 一定要把这个差额搞清楚 接下来咱们来看题目 二某19年11月5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 奢购一批材料 含税价234万元 二某20年9月10日 假公司因发生财务困难 无法按合同约定偿还债务 双方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以公司同意 假公司用其生产的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机器设备 和以向债券投资来抵偿欠款 当日该债权的公元价值为 二百一十万元 那这就是合同签订日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 假公司用于抵债的商品市价为 九十万元 抵债设备的公元价值为 七十五万元 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的市价为 二十三点五五万元 注意 这个价格是合同签订日的 是债务重组日的吗 那得看看后边还有没有一个债务重组日 他说抵债资产与二某 20年9月20日转让完毕 那说明这一天是债务重组日 那我们就得区分清楚价格到底是哪一天的价格 哪一天的价格用在什么地方 假公司发生设备运输费用0.65万元 乙公司发生设备安装费用1.5万元 乙公司以贪运成本计量该项债券 二某二零年9月20日 乙公司对该债券以具体坏账准备19万元 债券投资市价21万元 你来看看这个债券 它在合同签订日的供应价值23.55 而在债务重组日这一天的供应价值是21万元 所以我问您 我们债权人取得这项债券投资入账金额 应该是以21万元为基础来确认 还是以23.55万元为基础来确认 那当然是以债务重组日这一天的供应价值为基础来确认了 那23.55又有什么用呢 两个都是有用的 我们一会来看 乙公司将受任的商品 设备和债券投资分别作为低值易耗品固定资产 和以公演价值计量写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甲公司以贪运成本计量该项债务 二母20年9月20日 甲公司用于抵债的商品成本为70万元 抵债设备的账面原价为150万元 累计折旧为40万元 以具体减值准备18万元 甲公司以贪运成本计量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 债券票面价值总额为15万元 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一致按年复息 当日该项债务的账面价值仍为234万元 加以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使用的增值税率为13% 经税务机关核定 该项交易中商品和设备的计税价格 分别为90万元和75万元 我们还得计算增值税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问他们双方分别应该如何去进行处理 大家会发现对于这种债务重组的题目 题目中资料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通过草稿纸来把题目中的数据信息梳理一下 首先您搞清楚 甲公司是债务人 乙公司是债权人 现在乙公司它有应收账款234 已经提了坏账19万元 所以账面价值215 供引价值呢是210万元 那甲公司这边呢就是应付债务了 应付账款是234万元 它是没有变的 接下来我们债务人要进行抵债 拿什么抵债呢 包括三样 第一 库存商品成本是70 供引价值和计算价都是90 那么增值税消丧税额 咱们可以算出来就是90乘以 13%11.7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150 以提折旧40 以提减值18 所以账面价值就是92 供引价值以及计算价都是75 那咱们可以算出来增值税消丧税额是15乘以 13%那是9.75万元 同时我们甲公司支付了设备运输费用0.65万元 那这个应该记录到固定资产清理中学 然后我们拿了债权投资去进行抵债 它的账面价值是15 公元价值有两个 一个是合同签订日的23.55 还有一个是债务从组日的21万元 接下来我们先考虑这两个公元价值我们分别什么时候用 先说这个债权投资到我们债权人这边 既作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初始上金额就是我们所取得它的时候的公元价值 那也就是债务从组日这一天的公元价值 所以应该拿过来是21万元而不是23.55万元 这个需要注意是21万元 那接下来再去考虑23.55有什么用呢 大家其实经过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出来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是210万元 210万元是不是刚好减掉23.55 再减掉增值税两个金额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刚好就是这两项商品的公运价值 当然了在考场上你可能不能够做出这么严密的分析 那按照我们给的公式你也可以直接算 你一旦确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接下来就该确认这两项非金融资产了 一个是库存商品我们作为低值一号品 一个是固定资产我们需要安装 所以先将其记录到再建工程中卷 他们两个的金额是多少呢 我们需要去分摊呀 分摊的总金额是多少 我们说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为基础吧 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210万元 那要减掉我们为了取得他们两个所支付的增值税金上税额吧 所以减掉11.7的增值税额 再减掉9.75的增值税额 然后呢 这是我们取得资产的入账价值 但是我们取得的资产中 我们先确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呀 得把它减掉吧 注意我们减掉的时候减掉的是在合同签订日它的公元价值 所以要减掉的是23.55 这个时候你来看 您要分摊的总的价格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165万元 这165万元是他们两个合计要分摊的 那低值一号品分摊的金额呢 是不是就165乘以90加75分之90 那结果就是90了 在建工程应该分摊的金额 那就是165乘以90加75分之75 那就是75了 是不是 得出来分摊的金额之后 再去看看有没有为了取得他们两个 又单独支付了什么 我们设备有安装费 这是多少钱 那单独加入到在建工程中间 等到在建工程达到了预定科使用状态 将其转为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数据分析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了 也可以直接记住我们给的公式结论也可以啊 咱们来看看如何去进行解析 先说合同生效日 我们要去计算低纸一号品和固定资产的成本 是用合同签订这一天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为基础 减掉在这一天金融资产的公元价值 再减掉我们取得他们两个所支付的金融税额 这是总的分摊价格 然后按照他们的比例去进行分摊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债务从祖日这一天 确认账务促离 那应该借低纸一号品90 借再建工程 再安装设备先确认75 后面又支付了安装费1.5 单独写 接下来 应交税费应交增税进行税额 他们两个合起来是21.45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注意这个是21还是23.55 因为我们是在债务从祖日这一天入账的 所以金融资产入账就是看这一天 它的公元价值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包括它的原值 包括坏账 充减掉 那差额呢 就是头子收益了 等到我们在建工程达到了预定可行状态 将其转为固定资产 就可以了 再来看 债务人这边 首先我们要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支付了清理费 0.65万元 接下来 真正的债务从组的账务出力 我们应该先去撑减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把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余额充减掉 把库存商品的成本充减掉 然后带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在肖项税额是21.45元 这边的肖项就是这边的进项 然后带债权投资成本是15元 差额统一的进入到其他收益 为什么此处是其他收益 而不是投资收益 因为这里边既有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所以我们要写其他收益 一旦涉及到非金融资产了 就用其他收益 看一下2021年这道计算分析题 结选了一个资料 假公司二某18年发生交易 或事项如下 先来看其他资料 第一假公司将所欠以公司债务分类为 以他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就是应付账款 第二假公司用于抵债的库存商品 使用的增值税率是13% 金融资产的增值税率是6% 有些同学就不熟悉 关于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没关系啊 人家告诉咱们了 依据金融资产的公元价值与取得时成本之间的差额 来计税 如果学税法的同学您知道 这个是差额计税的 没有学税法的同学 人家告诉你了呀 你就严格按照他的文字来执行就可以了 算出来一个差额 然后乘以6%的增值税税率就可以了啊 第三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第四除了增值税以外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及其他的因素 我们来看 介绍一 二某18年6月5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 甲公司以其库存商品对丙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 偿还所欠乙公司债务 在乙公司收到甲公司偿债资产 并办理了债务工具转让登记手续后 双方解除债权债务 甲公司所欠乙公司债务是二某16年12月 乙公司奢销给甲公司的一项大型机械设备 含税价款是1500万元 应该设备与甲公司现有设备不匹配 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但因缺乏资金 将是尚未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7月10日 甲公司用于清偿债务的商品 以送达乙公司 并经乙公司验收入库 同时办理完成了 转让对秉公司债务工具投资的过货手续 那说明这一天就是债务从组日了 当日甲公司用于抵债的存货账面余额400万元 以具体存货跌价准备50万元 供应价值360万元 不含增值税 是一个那你需要自己去算的 用于抵债的金融资产 对秉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 甲公司将其分类为 租那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其账面价值为1000万元 初始取得成本为920万元 持有期间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是80万元 供应价值为950万元 与债务从组习签订日的供应价值是相同的 截止到二某18年7月10日 以公司将该债权作为应收账款核算 并已经记提了498.6万元的坏账准备 二某18年7月10日 该应收账款的供应价值是1358.6万元 那就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我们要以此为基础来确认 我们所取得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以公司取得用于抵债的商品后 作为存货处理 取得对秉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后 根据管理它的用模式和合同先进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我们应该确认债权投资 也就是说在它那是其他债权投资 到我这我确认债权投资 这里边题目信息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同样的咱们通过草稿纸来梳理一下 题目中的数据信息 乙公司是债权人 假公司是债务人 乙公司这边应收账款1500万元 乙提坏账498.6万元 账面价值1001.4万元 而此时公务员价值是1358.6万元 假公司这边是应付账款 就是1500 它是没有变的 接下来债务人以什么来抵债呢 两项 一个是库存商品 一个是其他债权投资 库存商品成本是400 以提存货跌价准备50 账面价值350 公务员价值360 接下来我们还要计算 增值税 消账税额 那应该是360乘以13%是46.8万元 再说其他债权投资成本是920 第二条公务员调了80 那这80是进入到了其他综合收益啊 未来是需要截转的吧 把这个80的截转 别忘了 所以其他债权投资此时此刻 账面价值是1000 而公务员价值是950 我们这道题还让我们考虑 关于转让金融商品的增值税 虽然同学们有的没有学税法 你严格按照题目中告诉你的信息 是按照公务员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来计税的 那增值税就是950减去920 乘以税率6% 得到增值税1.8万元 因为转让金融商品是差额计税 所以债权人这边取得金融商品 是没有增值税中发票的 这个增值税是不能够做进向税额抵扣的 这个同学们需要注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以公司债权人 他取得了库存商品取得了债权投资 我们要先确认哪一项资产的入账价值 我们说先确认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他的入账价值应该是多少 是以金融资产本身 他在债务从组日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第一项目中告诉我们了就是950为基础来进行确认的 那除了这950的公元价值以外 还有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为了取得它有支付增值税1.8万元呀 因为这边是差额计税的 所以我们以公司这边不能够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这1.8万元不能够做进行税格抵扣 所以要进入到债权投资的成本组计 对债权投资的初始状金额是951.8万元 那剩余的就是库存商品了 他的金额应该是多少呢 那我们应该以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为基础来进行计算吧 拿着放弃债权的公元价值1358.6 减确我们已经确认了的金融资产 他的入账价值是951.8万元 因为这道题里边合同签订日和债务从组日 这个公元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入账价值就可以了 那如果合同签订日和债务从组日 关于金融商品的公元价值不一样呢 那这块需要减的是合同签订日 他的公元价值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减去什么呢 因为我们库存商品要单独支付 进行税额吧 也就是他这边的销向46.8万元 单独减掉 剩余的就是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了 360万元 债权投资刚才已经说过了 直接写950 1.8万元 接下来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46.8 这个是单独的库存商品的进行税啊 对于金融资产的增值税 这个不能够做进行税额抵扣 所以不能记录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给他冲了 包括应收账款的原值 1,500 还有坏账498.6万元 沙额呢 记住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债务人这边的处理 既然我们抵了债 那应付账款1,500可以充掉了 我们应该把库存商品 它的账面价值350万元充掉 包括它的成本和存货跌价准备 这是350万元 然后把其他债权投资 它有两个明细吧 你写的时候给它写清楚啊 这块我地儿不够了 就没有想起的写 是1000 然后再贷应交税费两个增值税 一个是增值税销向税额46.8 还有一个是金融商品的 我们要写清楚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1.8 差额呢 记住到其他收益 此处为什么是其他收益啊 因为这里边既有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所以差额记住到其他收益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事们特别容易忘的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他曾经调工员 记住到了其他综合收益 现在其他债权投资没了 所以其他中国收益要截转吧 那现在这个其他中国收益要截转到哪里呢 是投资收益还是其他收益 注意 因为我们此项债务重组 既涉及到金融资产 也涉及到非金融资产 所以此处应该转到其他收益啊 不能用投资收益了 这个事需要注意点 好咱们全部都分析完了 接下来无论他在问你什么 你都是会的 要求根据资料1 判断假公司用以清偿债务的资产 应与宗旨确认的时间点 分别计算假以公司 确认债务重组随的金额 分别编制假以公司 与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分录 其实我们已经编完了 我们来看回答一下 首先宗旨确认的时间点 就是7月10号 理由是这一天双方办理完成了 资产转移手续 以公司可以控制取得的抵债资产 债务重组损益 咱们都已经分析过了啊 假公司的会计处理 这块呢 它是把我们刚才写的两个资产处理合二为一了 你要熟了的话呢 你就合起来 你要不熟的话呢 你就分开写 都是可以的 以公司资产处理直接写就可以了 看看这道题是不是细节比较多呀 同学们平时在做题的时候呢 还是多注意细节 一旦遇到我们没有学过的睡法知识 没关系 它会告诉你 你就严格按照它告诉你的信息去执行就可以了 不要害怕